是了 71縣也有翻修過 就唯獨我們這邊 已經20年這個路從來沒有修過 仁愛鄉民代表 向前來惠康的政府單位指出 頭85縣已有20年沒有翻修過 目前整條道路路面破損嚴重 不利通行上的安全 希望能夠協助整修道路 我們這邊希望就是說 從85縣就是從0K到9.6K 路面能夠重新鋪塞這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像這一個邊坡的 很容易導致到土石流的能趕快整治 然後不要到後面造成的危險傷害 仁愛鄉頭85縣 是合作DOTA以及金英等三個村 唯一的連外幹道 長年來道路狀況相當不理想 整條道路路面破損嚴重 也因為地方政府經費有限 無法一次性的進行改善 透過實力會堪 希望政府能了解居民的心聲 我們就希望說85縣的維護 可以納入前瞻計畫 那它大概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這個路面年久失修 稱次不齊 大概有9.8公里 那另外的就是我們的邊坡要防腹 要不然如果萬一那個土石流 或急降雨 就會影響到部落 那我相信這個需要 這個公路總局專業的規劃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 希望將頭85縣改善工程 納入前瞻計畫 公路總局也表示 由地方政府提報改善規劃方案後 會全力提供協助 儘快爭取經費來推動 原資新聞NO 南投仁愛 超榜報導